下一個是喜歡考的提醒 給你ABC出幾個力 請問你誰跟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 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就是 我愛你你愛我我打你你打我 A作用力給B B作用力給A 所以圖形上A角施力給B球 B球施力給A角 這樣叫做互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A作用給B B作用給A 這樣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但是受力物體不一樣 Keyword受力物體不一樣 OK一個是B球受力一個是A角受力 那麼什麼叫做互相平衡力 還是一樣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直線上 可是受力物體是一樣的 所以A角施力給B球施力向右 C角施力給B球施力向左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這樣子合力就是0 平衡了兩力 所以請認清楚一個是受力物體一樣 一個是受力物體不一樣 然後就問 寫了幾個例 有一個這個有一個那個 WRFR 請問你 誰是互為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互相平衡的例 如果答案不只一組 你就講一個就好 如果答案不只一個 你就講一個就可以了 來 挑一個回答我吧 看你要挑受力跟反作用力 還是要挑互相平衡 挑一個回答我 挑一個回答我 可愛小女生嗎 是嗎 是嗎 你愛小女生吧 可愛小女生 可愛小女生 2號 直接 你要挑哪一個 你說什麼 誰是受力的反作用力 誰是受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受力跟反作用力 桌面 不是他有什麼 什麼W'R那個 用什麼回答 W跟F 請坐 你的答案是W跟F W'R 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互相平衡力是誰啊 誰是互相平衡的力啊 帥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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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分 20分 R跟W 你坐 R跟W 這種題目很簡單 你把字寫下來就會了 有一個呢 叫做書對桌 書對桌 好 反作用力是誰啊 桌對書啊 懂嗎 倒過來嘛 就桌對書 所以看就知道誰是誰是誰 那如果是 如果是桌對書 要跟他平衡 一定要是什麼什麼 對書嘛 桌對書如果施力向上 對對書施力要向哪裡 就要向 下 才會是大小相同方向 相反 所以你就把它寫下來就知道了嘛 輸對反作用力是怎麼樣 就桌對書嘛 對不對 地球對書 反作用力是誰 輸對地球嘛 就知道誰跟誰 叫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了 然後如果是平衡 就一定是設立問題要怎樣 一樣嘛 什麼東西對書的平衡 就是什麼 另外一個東西對書嘛 一個上上一個下 下 就找得到了 所以這就是 告訴你 請你分辨 考試愛考的題型 請告訴我 誰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誰是互相平衡的兩力 要能夠理解 OK